记者温瑜的台北报道,被外界称为反张派的文化大学董事袁星夏,认为同届董事长张静胡年事已高,据行为能力已丧失情况,且在董事会议上,张不仅无法与其他董事正常对话,甚至自欲大声嚷嚷,因此提告请求确认文大与张之间自去年11月28日其委任关系不存在, 但所有指控均遭张否认,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,原错判张的精神状态,且主张前后自相矛盾,佐伯回请求,可上诉文化大学校长林选案已拨三折,去年11月28日选出台湾科技大学资管系特聘教授卢锡鹏为新任校长,但遭张静胡质疑,卢会上任示反张派运作结果, 张岁于今年4月运作挺张牌,即董事会选任前任校长李天任回任校长,但李未获教育不合可,李又逢华范大学董事会开会投票通过,现以上任华范校长,至于悬而未决的文大校长, 目前仍有教育长王淑音代理,至于袁兴夏,透过律师帝状,请求确认文大与张静胡间委任关系不存在, 张静胡律师便称,张虽年届91岁,仍未受监护或辅佐宣告,否认是无行为能力之人, 从袁兴夏提出的会议录影内容极可知,且张之所以会在董事会上争辩,也是因为,张当时就校长林选侠次做询问时, 却未获得答复,自然会重复询问,另就张静胡在北至以为有女儿在董事会上带答一事, 张的律师也解释,张女本身是董事之一,且新校长林选涉及法律争议,在张妇不懂,女儿知悉情况下, 法律问题授权带答并无不妥,法官审理后认为,张静胡至今确实未受监护或辅佐宣告, 仍属有完全行为能力之人,是袁兴夏错判张的精神状态,此外,袁兑外, 只摘张明目张胆进行派系斗争,却在书状内纸张的心智, 既已与判断能力均受年龄影响,而有昏尘贪作, 无意识或精神错乱情况,岂非自相矛盾,驳回请求。